好,下面呢,咱们再来介绍 也是安装装的配置文件说明 那么,印证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已经印证过了 配置文件说明,有一个配置文件叫login.yml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使用了定制 log4G,它输出的日子的格式 有一个核心配置文件,叫做unistic设计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呢,指的是 键和值之间,要使用冒号的进行分割 中间要使用一个空格 比如,我们要修改load name,这个节点的名称 这个时候键和值之间,就使用半角的冒号分割 键和值之间,还要有一个空的半角空格 那么,设置节点资金交互 如果是TCP IP协议的话 需要 使用9300 那么,unistic设计集群中 可以监控 很多信息 那么,用来监控集群的健康状况 后面呢,我们夜市集群到好之后呢,就可以来观察 夜市中,用三种颜色来表示集群的状态 比如说,绿色 黄色和红色 其中绿色,所有组分片和复分片都可用 黄色的话,那么指的是 所有组分片都可用 但是,不是所有的复分片都可用 那么,什么是分片 指的是 我们将集群中的某一个索引库 索引一个索引库进好之后,默认分成五个分片 那么,主分片和复分片 由主和复之分 那么,其中主分片呢 它在管理着所有的这个分片 主分片里面的信息丢失了 还有复分片 然后呢,它也会从中间 会选取一个作为组分片 RED,指的是 不是所有的组分片都可用 如果在集群中出现的颜色是RED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集群就瘫痪了 那么在配置文件中呢 有这些 比如说Networker Host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集群的名称 还有单级 夜市服务器的名称 都可以组定 然后,如果我们装了一个插件 这个BearDesk之后 我们能够观察到 集群的健康状况 比如说这里呢 有个Hadoop 这样的集群中有这么一个 夜市服务器 它的颜色是Green Green的时候 证明所有的主分片和复分片 都是可用的 我们后面呢 会专门安排课程来讲授 这个夜市常用的一些插件 比如说 BigDesk 比如说 Head 比如说 KBanner 好 这个夜市的配置文件说明 就讲解到 这样 我们等 画打开之后 再显示的看一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呢 切换到用户 sul-l 然后Jerry 那么切换过去之后呢 我们重演 cd-es 然后里面有一个陌路 config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 elastic设计 yml 那么那些配置文件呢 就在这个配置文件中 进行一个详细的定义 哪些配置文件呢 比如说有一个 transport tcp port cluster name 比如说咱们搜一下 cluster name cluster 应该是有一个.name 这样我们就能收到了 键和纸之间 我们今天也详细的讲过来 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定制的是 网络的名称 通过network.host 来进行定制 有一个叫 network.host 来进行指定 这样也能够找到 键和纸之间 用的是半角空格来隔开的 那么这呢 就是我们的 ES配置文件的 一个详细的说明